二、正式战斗经过 南县增援正式战斗从12月2日打响至16日结束 整个阻击战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9日之前为共军运动防御、节节抵抗、迟滞国军攻势 随着5日中野二纵的到来 以及玉婉苏及玉西军区五个团和伯纵新编十一师相继赶到 阻击力量增强 共军自9日后转为以固守防御为主 在历时15天的战斗中 狂热地阻击了李、刘兵团的增援 12月1日 刘智令刘汝明派第55军掩护第6兵团前进 12月4日 收复曹老吉、新马桥之后 又令第8兵团第68军改归李延年指挥 12月4日 杜玉明集团被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 堵截于永城西南陈关庄地区 双队级的皇位兵团正处中原野战军消灭之中 蒋介石令李延年与刘汝明再次北进 以拯救皇位兵团 在蒋介石、刘智都催下 李延年于12月2日开始 以第54、第99、第39军队 人和级、曹老吉、周家口一线解放军阵地展开全线攻击 从12月2日第6兵团重新开始攻击 第54军第8师少将市长师有人回忆 在越过金浦铁路以后 解放军以村庄作一托 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 同时 作战地区的大部分村庄均有积水环绕 形成天然的外豪 更增强了守备阵地的抗力 第8师因为于最外翼 随时要应付快河北岸的侧击 遇向西进 顾虑欲大 经常是以一个团做预备队 一个团保障侧翼安全 实际用于正面进攻的只有一个团 同军的第1981个团 经常由军直接指挥 归师指挥的只有两个团 而用于第一线攻击的也只有一个团 再去掉逐级控制的预备队 用于直接进攻的兵力就极少了 这就是当时流行于增援部队的尖端 指向敌人的宝塔式进攻部署 同时参加这次增援的所有部队 士气均极度低落 在攻击前进中 完全依赖空军和炮兵火力开刀 只要敌人阵地内还有一点枪声 就不敢突入 因而攻击前进的速度极为缓慢 第54军每日多则推进上十里 少则二三里 甚至还有几天不能推进一步的 而位于我们左翼的第99军和第8兵团的部队 更是每况愈下 第54军蜗牛式的前进 他们还感觉突出了 任凭蒋介石连电责骂 总统府派员督战 始终没有改变这种状态 共军宣称 第六纵队指战员不怕牺牲 英勇顽强 沉着抗击 战至五日黄昏 纵队主力第十七 第十八师相继转移至流垫子 借钩 张垫子 沈庄一线 继续阻击 当日 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赶到 迅速在九湾级 新马桥 陆级 任家湖一线 及其以北徐邦路两侧 和淮远速县公路两侧 抢购阵地 十二月三日 蒋介石为了解双堆 集第十二兵团之围 特派其次子蒋伟国 率领战车第二团 配属第六兵团 加入南线作战 现在将该团作战任务 与经过情况计数如下 蒋伟国 率领战车二团 抵泵部次日 即渡过淮河大桥 十二月四日 以一部支援第五十四军 近战新桥 一部支援第九十九军 攻占曹老吉 邓文仪 另随他的国防部新闻记者 捏造战果 进行宣传 如果这时 从空中俯瞰 整个中国华东华中地区 苏晚大地徐邦战场 就会发现 国共双方上百万大军 此时全部展开 正在陈关庄 双堆及邦西北三个战场熬战 这是淮海战役战斗 最激烈的时刻 此时 共军在邦西北 祖籍战中战线吃紧 打得极其艰苦 中央军委 总前委 素育都十分关注 十二月四日 五日 军委两次电报指示 望令六纵 加强阻击 务必不使该敌北 进过远 妨碍我解决黄围 等等 陈毅亲自写信给 第六纵对司令员 王碧成 政委江卫清 要求他们咬紧牙关 要有牺牲大部的决心去与敌人拼斗 坚决顶住里 留两兵团北进 保障 中原野战军主力 围歼皇围兵团 并告知总前委 已调部队前往增援 中野刘晨邓 在围歼皇围兵团的兵力中 于四日晚抽调 中野二纵池原阻击战前线 五日晚赶到 六日拂晓 便投入战斗 北线已完成 对杜玉明集团合围 素晨章也关注着 邦西北阻击战 第六纵队防御正面太宽 有可能被李延年 刘汝明两兵团突破 而承载到中野二纵 只有四个团的实力 他们遂于12月6日 致电刘晨邓建议 钓狱宛苏军区等五个团 华野渤海纵队新边十一师 三个团和玉西军区两个团 参加阻击战 总前委同意素玉等建议 即令上述部队 迅速开治邦北地区 准备参加阻击李延年 刘汝明两兵团作战 至12月9日 增援部队全部到达 阻击力量增加至5.5万人 这些部队也是七拼八凑 分属华野、中野、地方军区 共五个单位建制 是真正的五湖四海 六纵号召全纵 虽然各兄弟纵队 协同配合增援了阻击力量 但主要兼具的任务 仍然应该由我们来担负裁队 12月5日以后 国军战车第二团分别支援 第99军和第54军进攻 各军进展甚慢 待9日左右才占领火星庙 南北支县 14日是占领包家及南北支县 面对南线国军步步紧逼 共军这样认为 蒋军国军占有兵力装备的绝对优势 正面宽大 有利于其兵力充分展开 我军防御战初期 由于兵力薄弱而无力发动较大规模的反击 因此保持防线的弹性 韧性至关紧要 所以初期采取运动防御是完全正确的 而后虽在炮兵 战车 空军火力的支援下 也无法再前进一步 黄维兵团被监后 战车二团即难撤 蒋伟国曾说 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 这样的大战 关系国家存亡 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能挽回战局的 据蒋伟国说 他从南京出发前一日向蒋辞行时 蒋表示 徐怀之战就和晋朝肥水之战一样 谢安以八万之众可破 擒浮兼百万雄师 自古以来 以少包家极极重乃是常事 问题在于将帅等等 战车第二团 在仇储满志的蒋伟国率领下开帝曹老吉 刘志令第66军为李延年指挥 此时为李指挥的部队已打五个军之后 全兵团主力从12月5日起向西北进攻 第54军第八师少将市长师有人回忆 蒋伟国率战车部队驰援经过 当我们军对湖沟级进行攻击时 蒋介石为了增强我军的攻击力量 曾派他的次子蒋伟国戴战车部队前来驻战 当时我军以第1980担任正面主攻 第80在北侧担任助攻 战车部队全力支援第1980方面作战 因有战车坐前倒 官兵的胆子也比较壮了一些 一开始战斗进展颇为顺利 待战车进至村边积水的外豪前沿 解放军守备部队全线英勇出击 第1980随办战车攻击的步兵部队 马上动摇溃退 使战车部队陷入解放军出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其中排长乘坐的一辆指挥战车 被解放军用极数手榴弹将履带炸坏 无法行动 坐在车内的排长和士兵 企图凭借铁壳进行顽抗 解放军爬上战车 从瞭望孔内开枪将其射杀 蒋伟国得悉以上情况后 马上到第54军司令部 对军长雀汉谦大发脾气 要求马上组织攻击将被击毁的战车 和被击毙的排长尸体夺回 并表示要严厉承办第1980 在这次进攻中失职的主要官长 却汉谦反复解释 并答应马上组织攻击 却汉谦在应付过蒋伟国的争吵以后 将军控制的第594团归还建制 增强第1980进攻兵力 并严令第1980和第80重新攻势 务必于黄昏前攻占湖沟集 由于蒋伟国的逼迫 各时团长顾虑到自己的前途 都硬着头皮亲上前线督战 态势较前略有改善 湖沟集的解放军守备部队乃自动撤退 第54军碎攻占湖沟集 这次攻击作战中 第1980一个副团长阵亡 近500名官兵伤亡 第80也有百余官兵的伤亡 这是第54军在增援作战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战斗结束后 军长却汉谦认为 部队作战地区多细河湖沼泽地 战车部队活动困难 无从发挥威力 乃报准统帅部将战车部队送走 我见到他们开走时 还将被击毁的战车用卡车再走了 当时的指挥官都恐怕蒋伟国在跟前 对自己避战谎报军情不利 也都愿意把战车部队调走 12月5日晚 中叶陈载道的二纵赶至河级 陆级以东泄河两岸地区布防 阻击原敌 6日 李延年三个军继续向解放军防御阵地猛攻 共军宣称第六纵队各部以顽强坚守 坚决反击和夜袭的手段 抗击三天 与敌大量杀伤 8日晚再转移至陈级 烧油房 小李家 古城一线 继续抗阻李延年兵团向北推进 在战车及空军支援掩护下 国军连续攻击四天 伤亡官兵千余人 是占领火星庙南北之线 第54军占领汇河南之路级 第99军占领火星庙附近 第39军占领火星庙之南苏级北侧 飞河北岸 这是12月10日左右的位置 12月9日 渤海纵队第11师 玉婉苏军区 玉西军区 共五个团统归第六纵队指挥赶道 又增加了阻击力量 更鼓舞了共军部队完成任务的信心 以下是大陆地方官媒 迸步日报共军地方部队的 狂热战斗的文章描述 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 我军伤亡惨重 防线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 作为预备队的渤海纵队11师 受命进入战场 临战前 师长傅记泽下达任务时说 我有三个团 宁可每天拼掉一个团 也要阻击三天完成任务 战斗开始后 渤海纵队11师利用反突击战术 同敌人绞成一团 让敌人飞机无法发挥作用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 刺刀拼断了就用石头砸 三天时间 渤海纵队11师牢牢定在阵地上 用血肉之躯把敌人阻挡在阵地前 九日当天 玉婉苏军区第一团 进入包集东北小集周围的阻击阵地 一边构筑攻势 一边打退李延年部的冲锋 共军宣称 第一团成功将其向北推进的时间 延缓了一昼夜 国民党军伤亡390余人 但我军也付出伤亡200余人 失去9个村庄的代价 12日 伯仲新编11师石器团二营 防守火神庙一线 从凌晨40起 蒋军就以猛烈的炮火 向我军阵地轰击 紧接着出动坦克13辆 掩护秘如蚂蚁的步兵 向我二营四连张庄阵地 进行猛烈的集团冲锋 蒋军的第一次进攻 经激战被打退后 不到20分钟 他们又发起了更为凶猛的进攻 这一天 蒋军连续发起了十几次进攻 均被四连击退 但是四连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连长刘思如重伤不下火线 坚持指挥直到牺牲 指导员郭振武接替指挥后 也在与迪白任战中牺牲了 接替指挥的副连长 排长等相继牺牲 战至黄昏 全连只剩下两个人 二营五连六连防守的孙维子阵地 战斗打得同样艰苦 在全天战斗中 二营共兼敌一千余人 守住了阵地 但全营仅剩下四十人 当第六兵团 12月10日左右 收复火星庙南北之线 据双堆集上有七十余华里 继续向西北进攻 惠河北岸解放军据点 尚未排除 李延年令第六十八军 以一步禁制任桥 担任侧后掩护 没有激烈战斗 此时 黄维兵团已面临危险阶段 杜玉明集团主力 禁抵陈关庄后 右线重围 蒋介石命雇祝同 刘志分别在空中指挥 李延年 火速向西北进攻 而解放军阻击 却步步加强 李兵团进展困难 代十四日 早在战车支援下 史公克包家级 以北之东心级 齐一小部搜索部队 禁抵王庄附近 第三十九军 攻克西新级 齐一小谷搜索部队 禁抵挺级 第六十八军之 第一百四十三师 先投禁抵任桥 但快河南岸之湖沟 据点解放军却未放弃 迫使李延年兵团 只能在北肥河 谢河之间区域作战 十二月八日以后 在第六纵队等部的 顽强抗阻下 李延年兵团 每日推进仅一至三公里 有十几日不能前进 至十五日 黄围兵团被全歼时 该兵团死伤五千余人 方进至崔家为 高王级包家级一线 距双堆积还有三十公里 根据中野二纵 司令员陈在道回忆 九日至十四日 我们二纵 全体指战员和友邻部队 利用村落实施运动防御 逐村抵抗 捷捷阻击将李延年兵团 阻击在包家级 高皇级 高庄级地区以东 十三日 十四日两天 敌右向我六旅崔家庄 和小崔庄攻击 军被我击退 不得前进一步 经过十天的阻击作战 敌人前进了二十华里 距双堆积 尚有七十余华里 他们只能听到 我军向双堆积总攻的炮声 蒋伟国战车团参与进攻的 一家围战斗 被华野六纵十八师 五十二团副团长 元杰的战地日记记录了下来 一家围是整个防线的突出部分 是首当其冲的要点 其得失牵动整条防线 该团三营 于十四日晚进入一家围 庄子的东 南两面都是大水塘 只有两个进口 北边是一片秘密的树林 是防守的天然障碍 但三营在连续十三个昼夜的战斗中 以减远百分之八十 全营缩编为两个连 不到一百人 十五日一早 敌机就向一家围反复轰炸 紧接着 一千多敌军在十二辆美式坦克掩护下 开始了疯狂的攻击 空中敌机轮番的盘旋扫射 地面炮火密集轰击 三营由九连长指挥五十二人 防守两个进口 七连长带着二十九人 作为出击的机动力量 当敌人步兵抵尽时 我军突然猛烈地开火 机动部队拉向飞石雷 跳出隐蔽攻势 勇猛从敌人右侧扑过去 并炸坏两辆坦克 打垮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在全天战斗中 三营打得既灵活又勇敢 打到下午两点 三营全部仅有四十几个人能作战了 与团部也失去联系 营长左膀负了轻伤 仍忍着伤痛抱着机枪扫射 教导员组织部队 每两人监视一辆坦克 战至天黑 全营能坚持战斗的还有二十八个人 作战鼓掌十三名侦察员前来增援 他对营长说 今天进攻你们的是蒋伟国小子 亲自带来的坦克部队 这样的路空联合进攻 你们挡住 你们打得真顽强 师不来通令嘉奖你们 说要为你们全营平功 根据大陆媒体相关资料 描述了共军对方部队 玉婉苏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一团 对抗国军中央军的战斗经过 15日上午八时 国民党军出动12架飞机和两个榴弹炮群 以及无数山炮 迫击炮向姚庄轰炸 一个多小时后 其第198、第291师各以一个团的兵力 在18辆坦克的掩护下 分两路 分别扑向庄子东北角的第八连阵地 和西北角的第七连阵地 不足100人的第八连 在击退四次冲锋后 李延年部数百人 在八辆坦克的引导下突入村庄 与文迅赶来增援的第九连和第三连 凭借障碍物对峙 同时 第七连迅速组织火力 展开了一场步兵围歼坦克的殊死搏斗 反坦克般爆破手冒着弹雨爬上坦克炮塔 摧毁三辆坦克 接着 几十名战士打着用熟剑 迈接扎成的火把冲上去 使因喷出废弃含油量大的坦克炖成火龙 五辆坦克被烧毁 没有坦克护卫的国民党军失去依靠 毫无斗志 前来增援的中野第二纵队 第十一 第七十一团则发起反击收复阵地 十五日晚 传来黄围兵团背肩的喜讯 阻击任务胜利完成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李延年接到刘志吉殿 要前线各军掩护黄兵团突围 但在当面解放军 华东第六纵队及渤海纵队与军区地方部队的阻击下 李兵团无法前进 只得令各军构筑攻势就地抵抗 十五日 黄围兵团副司令官胡连乘战车冲出包围圈 到达包架级 该兵团第十军第十八师师长尹骏率残部数百人 并收容散兵千余人 突围到达前线 这时时期黄兵团已全部被监 十二月十六日 顾驻同殿告刘志说 黄围兵团业已脱离包围 未免李延年兵团与共军胶着 稀斥该兵团主力与共军脱离 而后已有力一部守备淮河 主力集结于淮河以南地区激动 十七日 李延年兵团各军分别退至林怀关 淮远地区 刘汝明兵团退至邦部以南地区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五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平泄河对战近日 随后将泄河新桥炸坏 阻止解放军南下 十二月下旬 第八兵团南逃至凤阳 随后撤至合肥 沿途强拉撞钉数千人 国军第八兵团 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孟恒昌 回忆当时情景 十二月下旬 杜育明部在永城地区陷于绝境 邦部地区悲观失望情绪与日俱增 南京亦为之震惊 刘志坐卧不安 无可奈何 刘汝明则筹划南逃 于十二月下旬及一月初 将其第六十八军分批向淮南路调动 又调第五十五军到邦部以南地区 仅留一部在淮河以北机动守备 1949年1月10日 杜育明参与两个兵团全军覆没 刘志召集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和第八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开会 决定放弃邦部 令第六兵团沿金浦路南渡长江 第八兵团沿淮南路经河肥朝县玉西口渡江 十二日开始行动 十四日撤完 由第九十六军于赵龙部担任掩护 并处理一切善后事宜 会后各军开始南撤 淮海战役徐邦会战南线兵团行动 至此结束 整个徐邦战场国军已经不复存在